有請怪獸 五月天吉他手怪獸 轉戰大一夢 在電影逆轉勝 獨條大樑 飾演落魄的撞球球王 片中他扮成邋遢大叔 和以往舞台上的 Rocker形象插很大 被視為今年最受瞩目的 影響星人 你不可以叫我 要真教練 怪獸獻出電影處女秀 希望帶給歌迷全新面貌 也期待其他團員進戲院捧場 以前如果跟五月天 一起上通告的話 像現在這種場合的時候 我可能在旁邊 拿麥克風就好了 現在就是講話就是要 分量要乘以五倍這樣子 有一點不太習慣 我想要把整部電影 包括配樂 還有很多剪接都做到最好 再讓團員們好好的來觀賞 對 那就看首映他們那天 可不可以上臉來看看 怪獸也為電影聯名商品宣傳 充當服飾品牌一日店長 和粉絲見面互動 限量四百個名額 吸引怪獸迷漏夜排隊 為的就是和偶像 零距離接觸 我是朋友幫我排的 那我們排到二十二號 對 排了多久啊 前天晚上就來了 就是知道有這個衣服的活動 所以大家就是 說真的我們之前兩天就來的 我們有蠻多電影票的 都會去看這樣子 怪獸首次參與電影演出 為求完美更自掏腰包 製作電影配樂 並改編五月天專輯歌曲 九號球為電影獻唱主題曲 溫柔嗓音帶歌迷看見 不一樣的怪獸 期待跨足電影圈的首部作品 票房開出舞台 中央社記者蔡玉婷 簡約期台北報導